嗨 大家好 我是豆点 如果一场战争 双方用的计谋都是升东击西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 千门八将108局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一个耳熟能详的地局 叫做升东击西局 升东击西的意思是造成攻打东边的声势 实际上却是要打西边 三国时期曹操率兵的 攻打南洋的张秀 但是打了很久都没有打下来 为了找到破敌之策 他骑着马围着南洋城转了三天 突然他发现南洋城的东南角上的砖土 颜色新旧不一 防护的设施也不完善 于是他回到营地 大张旗鼓的在城西北集结兵力 摆出了从此处攻城的架势 同时暗中命令集结精兵 从东南偷袭入城 曹操用的正是升东击西这一局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就是这一局让他兵败南洋 在曹操得益于计谋时 张秀有个谋士叫贾许 就已经识破了他的计谋 于是他向张秀献策 同样以升东击西来对抗曹军 他让士兵全部隐藏在城东南 专等曹军前来进攻 而为了迷惑曹操 他又让百姓扮成士兵 在西北的城墙上摇旗呐喊 虚张声势 曹操见此情景 很是高兴 决定晚上悄悄率领精兵 从城的东南部潜入城内 企图给张秀致命一击 但城内等他的是贾许部署周祥的陷阱 同样用的是这一局 同样是摇旗呐喊 为什么收获的结果不同呢 曹操将兵力分在了两边 一边虚张声势 一边暗中偷袭 而贾许却将所有的兵力集中于埋伏 让老百姓扮成士兵吸引曹军 贾许明白 声东不过是在造势 只要声势够了 实际情况就不重要了 而姬西却是要真刀真枪的 若不能一击毙命 后果不堪设想 声东姬西这一局 其实是一个险计 战场的局势瞬息万变 如果不能明白兵法的诡辩 计谋带来的不仅仅不是胜利 很可能是一场惨败 声东姬西这个局 在职场 情场 生意场上都能应用 举个例子 一条街上有两家电影院 在市场不太景气的情况下 两家电影院的老板都在争抢客户 陆南的影院推出了门票八折的优惠 陆北的影院一看 来了一个五折大筹宾 对于咱们顾客来说 当然更加愿意去花钱少的影院 于是陆北的影院生意兴隆 而陆南的影院门口罗雀 陆南影院的老板不甘心坐以待毙 干脆来一个跳楼大甩麦 门票打两折 按照当地消费水平的行业常规 影院门票五折一下就已经毫无利润可言了 陆南影院打两折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对手彻底击垮 然后自己进行价格垄断 谁知他们刚刚把客户拉过来 陆北的影院就直接推出了门票一折的优惠 并且每人还附送一包瓜子 于是这家影院天天爆满 这回陆南影院的老板实在是没有勇气参加竞争了 便宣告倒闭关门了事 后来陆北影院这个送瓜子的陪伴生意一直坚持了下来 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陆北影院的老板买了豪华的轿车 房子也换成了大别墅 一幅发了大财的样子 这让原本陆南影院的老板百思不得其解 在费了一番周折之后 他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 陆北影院一折的影票要赔钱 送瓜子更是要赔钱 但是送的瓜子是老板从厂家定制的超咸型五香瓜子 看电影的人吃了瓜子之后必然会口渴 于是老板就派人不失时机的去卖饮料 饮料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甜型饮料 结果顾客们越喝越渴越渴越买 饮料和矿泉水的销量大增 放电影赔钱送瓜子赔钱 但是饮料却给老板带来了高额的利润 这就是声东机析局的赚钱策略 上海当中有人赚钱赚在名处 有人却采用了隐藏利润点迂回赚钱的策略 利润点隐藏的好 顾客就会认为你做的是赔本的生意 他便会觉得自己的钱花得很值 从而会更加愿意掏腰包 声东击西闷声发财 实际上蕴含着科学经商的大道理 你看签门108局 只要你学会几个局 做生意小小的赚一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开窍 我相信在职场上升职加薪也是轻而易举的 记住真正的签门不是骗 而是一种高深的智慧 高深的计策 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小局取财 中局取人 大局谋国 俗话说下水要懂水性 做局要懂人性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 而唯有人性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要对人性的漏洞有精准的把握 为人处事才能游刃有余 逆向思维出奇之声 对于一个能真正成就宏图大业的人来说 他必定有着超凡的谋略 手段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假如你熟知人际沟通中的各种陷阱 自然能做到谈笑风生 稳步的走向成功之路 最后呢 推荐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在每周一周五早上的九点更新 下期的视频 咱们聊聊千门七十二地局中的顺手千阳局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